国陵教协 球到教宰 是雾峰球场给选手的最大考验 不过球场整体距离相对较短 对选手而言也是一大福音 如何将打点做最好的控制 成为本场赛事的首要目标 我觉得雾峰球场 他其实是蛮考验选手的一个控球能力 因为第一杆还有第二杆都是 你要放对位置 你才会有好的成绩出现 我觉得我这两轮都还控制的算不错 因为其实也没有特别要拼还是怎么样 因为球场短短的 我就是控制在我要的地方 相比昨天九栋全宝帕 施生玄今日后九表现相当出色 除了抓下一只老鹰 更连续三栋抓鸟 一举冲上第一 站稳领先 我觉得昨天的棋位比较不好处理 就是推杆的话会比较不好判读 然后其实昨天的铁杆也控制的不错 只是推杆都推不进 所以今天推杆后面还算不错 就是不管是旧帕 还是说有机会抓鸟底 都有掌握住 明日将进行最后一轮交锋 谁能抢下台湾强女子公开赛的首座金杯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拭目以待